各位朋友们你们好 感谢光临我的频道 这一期我们讲一个测量音乐 它是什么调性的一个效果器 Antarius的公司出品的 它里面最著名的就是AutoTune 这个插件也是他们这个公司的 它和AutoTune是可以绑定的 也就是说你看这边有个SentitudeAutoTune 也就是说你探测好 它是什么调的情况下 你就直接点一下 你这个音乐里面所有分轨里面 只要添加了produce这个插件的这些音轨 它都会收到这个消息 就告诉你这首歌是什么调的 探测其实很简单 有一种方式直接点fire 把音频导入到这个效果器里面 它经过一段时间计算 它就会得到某个音频的 大概是什么调的 如果你是在音轨中直接加载 你就播放一下就行了 尽量播放的时间长一些 它的这种探测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准确 但是至少的话一些流行歌曲 一些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 探测起来问题都不是太大 当然多多少少你要了解这首歌 因为有些歌的话 它不仅仅是一个调 在某些段落它会转调或者声调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需要人工的去计算了 我们来简单的探测一下 现在这首歌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调 多听一会儿 它这是根据音阶来判断的 那片小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在我生命每个角落紧紧为我开车 我曾以为我会永远 守在它身旁 今天我们已经离去 在人海茫茫 他们都老了吧 他们在哪里呀 幸运的是我 曾陪他们开放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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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想他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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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在开吗 啦啦啦啦 行我们这样子人 主歌也听了 副歌也听了 那现在探测出来 就是F Major F大调 大插不插吧 应该不会错 因为这个歌还是比较简单的 也没有其他的特殊的音阶在里面 类似这种探测 这个是什么调的 或者探测音高的这些插件 现在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智能 有些朋友就特别懒 我是想借助于这个效果器 给大家说一下 当你都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它的正确的时候 其实归根结底 如果一些复杂的歌曲 你用这个效果器探测以后 还是不放心 还得自己来一遍 所以从一开始 不如就自己来一遍 在钢琴上找到它的一些音阶 基本上也就知道它是什么调 好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讲一下效果器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